她表面是贤良淑德的绝情仙子 实则是占有欲十足的病娇女郎 不拘稍有不从便要承受爱之酷刑 还时不时上演大郎吃药戏马 而她曾是最耀眼的天才少女 十五岁便知一加一等于三 故而与郡王世子早早定下婚约 哪知某次突生变故导致修为禁师 从此沦为家族效果 而未婚夫也不忘补刀 第一时间便将她修掉 甚至在妹子前来讨要说法之时 将其当众羞辱并打至遍体鳞伤 妹子心如死灰最终从山崖一跃而下 哪知手上九块九包邮的戒指当中 竟沉睡着一尊上古无名女帝 不仅将其救下并指导她成为绝世强者 妹子开挂后首先便是向渣男复仇 最后将其拴住当狗子一样细耍 妥妥就是一部女主复仇修仙手 可好巧不巧 这个时间节点我居然穿到炮灰未婚夫身上 这园主嚣张跋扈导致树敌无数 因此在突破原因最后一刻 被敌对之人打断 以至灵根报废再也无法修行 这狗血剧情让我一阵无语 即使貌似拥有了推演未来的能力 估计也逃不过被当成狗子的命运 而该来的总是会来 愤怒的妹子果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如若我此刻换来护卫 恐怕事情会真的按正常剧情发展 既然如此那不如堵上一堵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 百在 不对 她是在流泪吗 看来她还是在乎原主的 原来妹子是缺爱啊 那还不好说 唯有你的剑 我绝不躲闪 因为我至今为止所做的一切 全部都是为了我最爱的你啊 妹子听完一愣心想莫非 她有难言之意 而就在这时护卫推门而入 看到的是我猛然将妹子揽入怀中 我与未婚妻即将探索生命起源 你想来打扰不成 护卫赶忙抱拳公子您辛苦了 转身怒骂都成废人了 还有兴致辽媚 还是这恶霸世子会玩 二货走这么干脆 你要在门外暗中保护一下呀 骗子 见侍卫离居妹子 又将佩剑抵住我的伯格 若你真的爱我 为何当着我族人的面羞掉 难道这样也算为我好吗 那你想一下 将你赶走当天 你是不是回归到恋起三层 是不是感觉到 有人时刻在你的身边 为了让你恢复修为 我忍受莫大痛苦 才与你暂时分开 其实真正原因是 女主戒指中的女帝 而我想她此刻已然注意到我 土味情话奏效妹子泪流满面 自从成为废人 没人在爱我 你的退婚更是把我逼入绝境 我顺势将她揽入怀中 戒指献出貌似回应的光芒 妹子坚定地表示再信你一次 但如果骗我 我定于你不死不休 就算你躲回太上建宗 被那老女人护着 我也会想尽办法要你的命 送走这丫头 我终于松了口气 还好演技好 不然真的要紧了 另一边妹子回到家中 面对的依然是族人的冷嘲热乏 依我所言 她当即遣散所有丫鬟 可呼唤了三分半 依然没有所说的大能出现 我说你到底出不出来 再不现身 我便吃下绝脉单 咱俩一起见太奶 就在这时戒指泛起金光 阿拉丁仙子献出她的绝美真容 本地寄身只还只为等待天地血脉后人 虚散你修行灵气只为多多将你磨练 没想到被你未婚夫看穿 并暗示我做的态度 估计所谓退婚也是她暗中与我配合 感知到我的存在并将一切算计在内 此子的实力定然恐怖至极 既然实际已到我便助你觉醒血脉 说完轻轻拍在妹子天灵盖 在玻璃旗下等功法的同时 授与妹子白地长生之法 会课堂中 一众长老正劝说组长放弃这个女儿 下一刻今天异象出现在小姐闺房 这明摆就是突破原因的征兆了 众老六见风使舵早就知道 大侄女定会重回天骄之位 恭喜思域小姐晋升原因 这下可以狠狠打脸姓苏的复兴汉 却见妹子面色异冷 你们算什么东西 不准说我苏狼 从今日起她便是我唯一之爱 因为她爱我我也爱她 众人顿时无语明明之前 是你在喊打喊杀 与此同时在郡王府内 我吃个饭都被八十个人围观 因为剑体被非众人嘀咕如何将我安抚 比她的性格会不会一把火将王府烧掉 谢谢各位关心 如果没事的话我就回房休息了 什么 她居然说了一声谢谢 儿子你无需这般宁愿 剑体被非你也是郡王世子 该为非作胆还要为非作胆呀 难怪圆主会是这种性格 原来这群亲戚没一个省油的灯 而送茶丫鬟紧张地跌倒见我一身 看到我温柔地将她扶起 并询问她有没有事 众人大呼见鬼了吧 李世子之前性格这丫鬟会被拉去卖掉 深夜中一道清脆的嗓音传来 看到经气神不错的私欲来到我的房间 我看出她已得到女帝指引于是问道 不知妹子达到何等境界 边说边缓和气氛决定为她倒一杯茶 而妹子暗叹她真的知道女帝的存在 而为我倒茶说明她果然是喜欢我了 随即语气变得温柔 晚辈愚昧 承蒙前辈如此指点才勉强突破至原因初期 我心中慌到一批表面却不能露气 还好自己有着推演能力能勉强防患于未然 下一刻妹子风情万种地坐了下来 为了前辈更好地指导我 还有不让其他女人接近云女 前辈不如我们赶紧复婚吧 文言我心想这是老天让我抱大腿 貌似这个便宜老婆也不错 刚想答应推演系统竟自动预测未来 没想到成婚后这丫头居然如此强势 简直可以用惨无人道来形容 短短几年时间自己便被炸成人干 复婚就是这种结果 那若是拒绝呢 拒绝之后我被关在暗牢之中 每天三顿鞭打而后依旧是惨无人道的人生 苏狼抬起头又该吃药了 这拒绝的结果貌似更惨啊 进退都是死这可如何是好 而妹子表情也变得阴冷 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 此刻美丽的妹子在我眼中如同恶魔 没办法只能继续忽悠了 我点拨你只是为了与你长相厮守 没想到你如此目光短浅 妹子一脸猛逼你不是爱我的吗 思玉啊我一直向你隐瞒 其实我拥有长生之体根本不会老去 但你不一样 即使成为仙尊依然抵不过肖王宿命 可恨的是妹子她又醒了 还问我为何自己与白帝传承没有完全契合 我与你体内女帝都不知道你居然问我 我只能故作高深修行一路博大精深 你得到传承不过一小步而已 就连大帝都不是你的修行尽头 妹子彻底被我画得大饼砸晕 黯然到若我晋升失败而陨落先徒 你会怎么做呢 我树敌众多还靠你帮我挡刀呢 想完我怒吼不许说不吉利的话 你若是陨落 怕是我也活不长久 妹子疑惑她不是不老不死之体吗 难道她在暗示我落不在了 她也要随我训气 下一刻思域貌似参悟出了什么 一道绿色光柱直冲天际 异象随即引来城中众人围观 那赵家丫头刚刚达到原因境界 怎么一下又突破之中期了 而我也由衷佩服这女主光环果然变态 妹子扑在我的怀中再次感谢我的点拨 长生 为了你我也要成为大帝 最终陪你登灵众仙顶峰 看着她化为流光离去 而我推演的景象并没有出现 看来短时间内应该没有性命之忧了 而女帝询问妹子刚刚领悟到了什么 是爱情的力量 我领悟到爱她比传承更加重要 不由自主便突破之物 而房间内我感受到灵力波动 随着女主境界提升 我居然也领悟先尊一丝传承 难道这算系统的奖励吗 管她呢反正我又能修醒了 而赵家主听闻女儿与我同修才连连突破 心中大为不满 所以派人前去询问女主 换来的是被揍得鼻青脸肿 结果什么也没问出 众人怀疑我根本没有被废 只是在故弄玄虚 故而达成一致派人前来 向我比斗一探真假 而苏家主此刻也抱怨 是谁批准我向思域退婚之事 居然错过如此优秀的天之娇女 城中此刻也盛传公子虽然被废 但仍可作为财补之体 成为他人养料 侍卫也承认 曾亲眼看到赵家小姐来过两晚 故而成功突破两次 还有好事之人 传信的赵家之人 马上前来闹事 房间中我感慨这白地仙法 就是给力但可惜 只给了入门之法 看来要等思域再次晋升 才能得到更多奖励 下一刻师尊的传信之鹤翩翩飞来 原来他还一直在惦记着我 可原主许久不见师尊 因此记忆中几乎没有他的信息 估计师尊对我这废人 也失望至极了吧 可这居然是万象书信 浪费如此手 比师尊他找我有什么事情 只因为送给女主一把剑 他便不依不饶非要以身相许 这可如何是好朋友们制个招 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下一秒又迎来原主师尊 记忆中这原主可谓无耻至极 不光顺走师尊 八双羊毛短袜 还通宵观摩过师尊寝事 仙子叮嘱以后 莫再干这些龌龊事 还有这次给你带来仙剑和一些丹药 希望你以后好好做人 根据剧情献此剑名为长生 乃是赵思玉那大病交的专用配件 而就在这时屋外一阵喧闹 原来是赵家总管带领年轻一辈前来闹事 老爹怒骂我儿子 是你们想挑战就挑战的吗 倘若他被废的消息 走漏我郡王府颜面何存 而作为郑主我闪亮登场 并安抚老爹稍安勿躁 他们无非想试探我是否修为尽失 然后再宣称 是我配不上他家赵思玉吧 因此面对赵家挑战 邀约我一口否决 要来就来场大的我们生死决斗 老爹无比紧张 随即叮嘱不愿护好我的周全 就算再不争气这儿子也是亲的 随着众人来到比武场地 青年控诉其小时候 被我打飞八颗牙的警领 而我哪还有一点印象 毕竟原主之前恶贯满营 恨我的人多的是不差你个 认为我人非嘴硬青年此刻意气风发 莫及个啥呀赶紧拔剑 我只好善意提醒 这剑还是不拔为好 因为我拔了你那另外八颗牙也保不住 青年文言大骂我人怂嘴硬 忍不住挥起配剑向我发起攻击 看着近在指使的剑锋越来越近 我深知只有助击修为的我与其差距太大 可倘若输了赵思玉必然会有所关系 还好长生剑在手 依靠之前推演能试着激发静止 千军一发之际我抬手便是一等 甚至还用静止的威力 直接将对手轰出百米开外 在竖双卡自兰大眼注视下 直接结束了战斗 何其霸道而又不屑的意见 这家伙根本没有变成废 老爹也不敢相信宝贝儿子居然学会藏着 就在我露出三分不屑气氛 看不起的表情之时 却见赵思玉怒气冲冲赶了过来 开口便质问管家他们想要干嘛 在得知他们正式前来与我比较 更是气氛的拔剑准备将几个老六乱砍一通 深知这个病交敢说敢做我连忙制止 思玉啊不要激动 只是一场气氛有好的武艺切磋而已 随后便将长生剑当成礼物送给他 老爹无比心痛 儿子泡妞真敢下血本了 而感受剑气与自己无比 气和思玉也是有些意外 外贯女帝提醒这可是白帝健胚啊 必定是她历经九死一生才为你寻得的宝物 妹子听完则是感动不已 本就是误归原主顺便做一个顺水人情 再利用女主并交之力赶一帮老六回家 各位要不要进屋喝杯奶茶 不爱喝吗 那走好不送 哪知思玉表示别理他们 走我们去办正事 众人描懂传言竟是真的 他果然是极品同修体质 否则大白天的也不至于这么猴几 哪知屋内的我已变成热锅上的蚂蚁 长生啊也没什么能报答你了 不如让我一身相许吧 你是什么意思 妹子表面楚楚可怜 内心却是无限狂野 不仅三番五次闯入我的房间 甚至还逼迫我连夜娶她过门 而我忍无可忍 若是再猥琐发育 简直对不起观众 既然如此 本公子便赵丹全收了 管家听闻动静原来传闻果然是真 公子真的有同修助人突破的能力 随即忙不迭去前院向老爹报喜 而赵思玉却突然认诵先路漫长 何必急于一时 想必她知道如若继续之前得到的传承 必将竹篮打水 随即喊停并表示 玩一个脑筋即转弯 而我也明白要适可而止 此刻如若露线恐怕会死得更惨 而听到她问起自己体内貌似缺了什么 这我怎么会知道 看来她和外贯女帝又在考验我 还好我搜索剧情后算了出来 苏醒白帝血脉代价是躯体损伤 因此你需要服下那个东西 才能将体质修复 外贯女帝在思玉耳边大喊她说的没错 她果然是绝世大能转世 长生你说的没错 下一步我就去四处搜寻此物 即使要花很长时间 而我直接指出此物就在太上建宗 什么 就是那个将你逐出师门的太上建宗吗 赵思玉随即让我陪她去参加其招新大会 然后找机会替我讨回公道 而我树敌众多只有躲在这天骄身后才更安全 见我一口答应 赵思玉高兴到起飞 兴奋之余又将原因境界提升一重 而她的突破也让我得到系统奖励 脑海中竟献出白帝仙法一重 家中思玉巩固修为 却始终无法凝聚白帝之花 女帝则安慰此功法过于高深 不必过于着急 你作为白帝血脉一天便参悟几分 以示足中翘楚 即使你那夫君在强弱想抵达一重境界 最少也要百年时间 女主文言懊恼估计她此生与白帝仙法无缘吗 他们哪里知道走后不久 我便凝出一重巅峰之花 这仙法到底行不行啊 也太简单了吧 而此刻太上建宗之内 由于我的被废首席大弟子想必要另选其人 众人纷纷奚落于我一个妹子 却是黯然神伤 正是被我带入宗门的杂役弟子沈若元 与此同时宗门议事大厅之内 一众长老议论起我恢复修为的传闻 最后还是原主师尊将议论压下 长生二维师真希望那些传言是真 但此刻只能安排别人将我的位置顶替 而得到今生的许华正要飘飘然 却得到我回踪的消息 手下禀报那家伙貌似就是长生 可他买东西居然付钱简直闻所未闻 就算真是他又怎样 若敢露面我定要让他好看 说话间我和女主已来到迎客店外 我告诫他莫要高调行事 以免惹来麻烦 毕竟我这原主树敌众多 若再惹是怕是在没有容身之地 还有最好让你戒指中的阿拉丁女帝 送你一套隐藏气息的法门 闻言女帝赞许我想的周到过早暴露 实力却是不好 呵呵如果我猜得没错 他传授赵思玉法门的同时 本公子也能同时照单全收 仙子刚刚还想让我体验八种司法 下一刻却一副恋爱脑 对我一口一个夫君 而我特意叮嘱他等下 要压制修为以防惹来麻烦 却依然挡不住他天赋一柄轰动 整个太上建宗 就在刚刚的看台上 宗主与一众长老巨是无奈之色 这届弟子资质太差 甚至还不如去年 当真世上只能有一个苏长生吗 可他既然已废我宗 是不是该收回剑配 为他耗费无数资源 就算卖了苏王府都赔不清 而这是慌张的弟子 带来我归来的消息 众人大惊一个废人 难道回来讨打不成 宗主心中思绪万千 长生你真的恢复了吗 而我黑纱遮面 依然藏不住帅炸天的容颜 众人很快将我认出 苏师兄是你吗 眼见透明人 做不成我只能量明身份 也随即引来众人一阵惊呼 由于我将境界隐藏 他们看不透我到底是废了 还是没废 而顶替我大弟子位置的赵华 站了出来 苏长生你还有脸回来 可否还记得我 丢失原主部分记忆 我又怎知他是哪根鸟毛 老六悲愤交加 你曾经把我从山顶 打到山脚特魔装不认输 就在这时测试 石碑献出耀眼光芒 随着思域将手按在法器之上 澎湃灵力如浪潮一般 向四方蔓延 宗主与长老难以自制地站起身来 居然是先天道体 第二个苏长生出现了 意象也让赵华为之一了 现在我才是大师兄 如果能勾搭上这个小师妹 那地位会更加稳固 追小师妹要紧 这个废人先放一边 快给劳资让开 而思域的身影 瞬间自十杯消失 下一刻便挡在我的身前 语气透出含义你是谁 也配动我的长生 听闻此话 全场哗然 他竟是苏长生的人 而赵华稳住身形 没想到苏师兄 你是需要女人保护的废人 胡说 你才是废人 没废吗 那姓苏的你可敢与我鄙视一反 而我淡淡到鄙视就你也配 收拾你思域就够了第二场 你来挑战便是 面对思域疑惑 我解释圣地招揽共分三轮 先是资质测试 而后便是新人选择某个圣地 而老牌弟子则提出挑战 只为进一步测试新人实力 思域你境界虽高 但也切莫轻敌 因为你刚学先法技法上 恐怕比不上他 妹子病交发作夫君 这是在关心我吗 当然 思域你现在对我来说 可是非常重要 毕竟类似这样的仇家 你夫君我可是多得识 而看到宗主对我头来 关切眼神大病 焦冷冷到那个女人是谁 我慌忙表示 第二轮开始了宝贝加油快举 这丫头把所有女人都当成敌人 估计我以后不会好 而宗主此刻走到我的身前 长生你还好吗 大长老绩效带来一名先天道体 难道你想借机回来不长 我说过想回来吗 我只想告诉你 你的徒弟赵华是个垃圾而已 随着思域表示 要加入太上剑宗赵华 借机争取到检验新人资格 我要把你打得半死不和好 让你知道姓苏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系统女帝提醒对面 这三天剑法我刚好熟悉 我将它灌输你十海之中 不过寻找破绽 以应对之法只能靠你自己 随着思域将第一招破解 并把志在必得的老六诊费 怎么可能 这妞居然能接住我 昨日之见这一击连助击巅峰都接不住我 而女帝有些遗憾思域 虽然天赋绝佳可恶性似乎差 只能强行抵挡 却看不出其中破绽 而随着白折兽与思域三日剑法 我借机从中误导 历天的一幕让在场众人据事一惊 这是三天见尊的虚影 难道苏长生只凭观摩照罚出招 便推演出完整的剑影 他是妖孽吗 难道他是万法皆通之躯 而我睁开双眼传音思域三日剑法 我已完全窒息 接下来你只需听我指点便可 妹子恩了一声我全听你的 我要让他们知道我家苏郎 到底有多厉害 只因为女宗主多看了我一眼 未婚妻便跑到其面前准备开战 她哪里知道宗主心中 始终没放下我这个废土 而就在刚刚 为了活命我忽悠赵思域加入太上剑宗 这样一来就能保护我的安全 可这里有太多看我不爽的人 尤其是顶替我大弟子位置的赵华 看到修为禁师的我不仅回归 身边居然还多了一个辣妹 她第一个跳出来阻止思域过关考核 奈何如今我已有系统帮身 瞬间参透并破解她的招数 今日渐渐是强盛 但剩下位置必有空缺 思域这次聪明了一把 剑锋直接指向赵华下路 可恶 这妹子怎会知晓三天剑法的破绽 肯定是瞎猫撞到死耗子 运气好罢了 赵华哪里知道 她的成名剑法在我眼中如同广播体操 经我的指点思域越战越勇 而赵华已然方寸大乱 不出意外 老六意外地被思域击败 而我也没有忘记补刀 第一列举她的破绽并指出改进方法 赵华终于明白自己和我的差距 佩服得五体投地 大哥请受小弟一拜 台上几位大佬也惊到不能自已 这苏长生果然是天生道体 万法皆通之躯 众人也庆幸收了思域这个好苗子 太上建宗走向辉煌指日可待 而看着无比亲密的两人 师尊忍不住跳下擂台 语气充满粗畏 想不到长生也有对女人感兴趣的一天 思域瞬间警觉何止是感兴趣 她还说过我是她最心爱的女人呢 师尊眉眼飘向我这边 是吗 难怪今日长生这般陌生 而夹在中间的我冷汗直流 再不把两人分开 恐怕一会儿要出大事 我说思域啊 我们赶紧去登记弟子身份吧 可没等我们动身 空中便传来几道声音 天龙圣宗 天龙圣人拜见苏公子 紧随而来的还有天机圣地 遥光圣地和千机圣地的圣主 我也是醉了 我什么时候认识这些大佬 底下人群嘈杂 平日圣主难得一见 今天居然集体出动 一个个还如此客气 据事为苏长生而来 王圣主首先开口 苏公子可愿加入我太亲圣地 却被光头圣主打断 苏公子明显是修行命反的天才 王圣主可不要误人子弟 看到各大宗门将我争抢 太上剑宗的人再也看不下去 苏长生可是我们的大师兄啊 两位圣主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 没记错的话 你们已将他逐出宗门了吧 一方话耶的剑宗众人无话可说 剑状几大圣宗更加肆无忌惮 甚至遥光圣地都许诺破例 收下我这个男性弟子 并赠送一套沙漠海警房 各位大佬能不能听我解释 我苏长生 真的就是一个悲费的人吗